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内容和形式都可以布局一格 我们在客厅里可以装表一些具有现代流行元素的年华挂起来 比如2018年最流行的锦礼就被应用到了年华的创新当中 年华还可以做成精致摆件摆在电视柜上或者书房里 还有一些日用品 比如年华礼盒 糕点 器皿手提袋等 都应用了许多年华元素 那么过去的年华究竟有哪些 又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过去过年天年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二十四早出以后 天年华就开始了 最早是辟邪早期 人们希望平安嘛 据说早在汉代就有年华了 早期年华只有门神 后来有了将军形象 主要用来辟邪保平安 唐代以后发明了印刷术 到宋代 刻印年华非常普及 既有门神 还有财神 造神 一些美好的生活形象也开始进入年华 比如娃娃 农业丰收等等 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间 年华更发达了 著名的产地有苏州桃花物 天津杨柳青 广东的佛山等等 然而随着现代印刷术的普及发展 传统刻印年华受到了很大冲击 但年华之于春节的意义 却一直没有改变 春节是一年之首 人们过年时候都精神振奋 希望未来的生活更好 年华就是以艺术形象来装饰于春节 那年华的张贴有什么讲究吗 比如说福禄寿三星 贴在老年人的门上 如果贴在小孩子住的门上 那就不适合不适合 还有就是在春节 正要初二接财神 在除夕和初二以前已经把财神贴上 不论是传统年化还是现代年化 都是为了表达一种美好的期盼和祝福 在这里我们预祝大家新年步步高升 连年有余 好了 服务观众 服务生活 以上就是本期生活提示的全部内容了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方式 来搜索您所关注的问题 也欢迎您扫描二维码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最后 请不吝点赞 参与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参与我们的节目